肖战首次公开表现出愤怒情绪 当众直接对粉丝表露不满 这一举动是否会为他避免黑粉的纠缠呢 与此同时 王一博的新剧剧透曝光 不仅承载着高度的悬念 还呈现出独特的角度 然而 却成了黑粉们的新的兴奋源 肖战第一次表现出生气 这一幕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种反常的情绪让他的粉丝们感到意外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温和的人 在台上的一次演出中 粉丝们喊了一句让他感到冒犯的话 结果他直接瞪着他们 表露出愤怒的情绪 这个突如其来的反应让人们感到心疼 因为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生气的孩子 尽管生气 但他仍然保持着他的软萌形象 引起了更多人的保护欲 这一事件可能会让更多人 原谅他之前的低调和缺席 因为明星在面对冲动粉丝时 也有自己的底线和情感 这也提醒了人们明星 也需要适度地管理自己的形象 并要注意粉丝的行为 否则 他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受到伤害 事实上 所谓肖战发怒的视频之摘录了一小部分 给人断章取义的感觉 当时 肖战的粉丝在鼓掌的同时喊道 肖战 你的手说疼 这句话让肖战开始耍花招 怒视着台下的粉丝 这个举动让无数人觉得他非常可爱 就像一只狂暴的小猫 网友在评论区表示 肖战现在应该不怕反粉了 瞪了粉丝一眼后 肖战还故意使尽鼓掌 仿佛在生粉丝的气 这样的肖战真是太可爱了 像学生一样幼稚 粉丝们无奈地笑了笑 毕竟只能纵容自己的偶像了 事实上 并不是所有的粉丝都是急躁 冲动的 肖战也有一些理性的粉丝和忠实的粉丝 这些粉丝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影响肖战的声誉 所以会非常谨慎 这位勤劳善良的年轻人不应该被大家误解 希望网络世界能够众回清明 为肖战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还有一些疑问 粉丝的过渡行为给肖战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伤害 为什么明星走红后还需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得体和粉丝管理 为什么有些人会对肖战的温柔可爱产生保护欲 除了冲动易怒的粉丝 还有哪些类型的粉丝 肖战真是勤劳善良的年轻人吗 网络世界能否恢复清晰 这些问题让读者悬念不已 希望能引起他们的思考和讨论 王一博新剧路透曝光 不仅高胡还是刁钻角度 却成了黑粉的兴奋计 王一博和李沁将共同主演一部 名为光明之路的共和党间谍剧 这是王一博首次尝试此类电视剧 王一博这两年忙于拍电影 将与承尔导演合作新电影人鱼 从他选择的不同主题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尝试不同角色的人 他的很多作品的题材看起来都有点冷门 这显然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自从走红以来 王一博就吸引了无数球迷的关注 大家欣赏他对梦想执着的态度 喜欢他在舞台上闪耀的光芒 然而 粉丝的支持总是伴随着反粉丝的攻击 反粉丝对王一博的攻击可谓层出不穷 尤其是近期王一博主演的几部电影上映 黑粉们已经准备好了类似的贬义词 试图对作品进行差评 如今 就连王一博的新剧光明之路 也未能幸免于反粉丝的攻击 虽然节目档期尚未确定 但反粉们已经焦躁不安了 王一博参与的很多电影或电视剧制作都比较低调 大部分时间都是秘密进行 试图减少曝光度 让观众的作品保持新鲜感 最近 与光明之路相关的照片 大部分都是模糊的 角度也有点棘手 曝光后 王一博的言行举止和作风纷纷受到批评 甚至被与其他男性艺人相比并受到攻击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不少曝光照片都是艺人放松时偷拍的 这个时候 艺人不需要太注意自己的外表 毕竟 这个场景是一个放松的时刻 如果他始终保持紧绷的状态 角色就很难了 整形也没有太大帮助 黑粉以曝光照片为突破口攻击节目 可见现在的黑粉找不到合适的攻击点 毕竟这段时间王一博一直比较低调 他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拍戏 很少曝光 在公众面前 他很少参加活动 光明之路这部剧在合作确定之前 确实引发了一系列争议 尤其是王一博和李沁的粉丝之间 一些粉丝担心这部题材不够吸引人 或者担心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 然而 随着两位演员正式宣布合作 球迷们的争论也逐渐平息 因为合作已经是既定事实 争论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对于王一博来说 尽管他以前没有尝试过这种类型的剧 但他在其他作品中已经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 他曾在理想照耀中国中式演军人 在《长空之王》中式演空军 因此他对军事题材并不陌生 而且从他对角色和剧本的严格要求来看 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演技有很高的要求 王一博的勇于尝试和专业态度 使人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虽然他在新作品中可能会面临挑战 但我们相信他会再次取得出色的表现 他的粉丝和观众们都期待着看到他 在《光明之路》中的精彩表现 希望这部剧能为他带来更多的认可和惊喜 王一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 他的实力和潜力让人们充满期待 希望他在这部谍战剧中继续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为观众带来一部精彩的作品 期待《光明之路》早日发布 明天见 I'm humbling, keep mumbling I'll keep doubling, you keep bluffing You've got nothing, I'll keep hustling